這次搜墾丁快跟上我們的腳步 一同搭乘安全快速的交通工具前進墾丁 位於高鐵左營出口這 有便利的墾丁快線 讓旅客可以有左營之墾丁大街 海生館與其他站點 我們趕快出發囉 這次搜墾丁 為各位規劃兩天一夜的墾丁行程 最適合家庭、情侶與三五好友 於週休假期時帶著輕便行李 到南國放鬆一下 週六我們的第一站 來到活力屏東海洋生物博物館 觀察基地水域與棲息魚子的動物 欣賞小白金餵食及其他豐富的海洋生態 海生館除了三大展區外 也並行舉辦各種展覽與活動 是個具有教學意義及休閒的好去處 最適合全家大小前來觀賞 享受知性的墾丁假期 不只讓你聽到、看到 還要讓你體驗不同反響的 來到墾丁只能玩水嗎? 那你就落伍囉 現在這裡有一種新的玩法 飆殺、索西、墾丁大探險、湧床九龍山 飛煙走壁雙S極速轉彎 波浪型跑道和五層樓絕壁斷牙 保證讓你叫聲淋淋刺激不斷 接著我們來到鵝鵝鵝公園 這裡位處中央山派進處台地的最南端 隔巴士海峽與菲律賓遙遙相望 每到日落時分 循循動人的景色 總是吸引許多遊客到此留意紀念 園區內不時充滿文化性的表演 更令遊客感受實地的風情 除了鵝鵝鵝鵝 墾丁國家公園更允育了一座極致品味的 天鵝湖湖畔別墅飯店 位於白溪沙灘嵐海岸的南灣前方 在佔地10500坪的湖光淋漓綠草如荫中 分成Villa和Casto兩區 天鵝湖畔與廣大的SPA、溫泉 讓你盡情暢陽往卻一日勞累 傍晚時分墾丁大街上 一閃閃的招牌燈隨著夜色亮了起來 繁華的街景為墾丁的夜晚拉開了序幕 這裡有醉一道地的小吃與個性商店 還有著各種風情的酒吧 不只台灣人愛來 連外國旅客都流連忘返 一早徐徐的微風喚醒了旅人 快快換好您的泳衣 周日要帶大家玩水去 南灣現有金沙灣藍灣之稱 其600公尺長之海灘 沙質柔軟潔淨 海水佔運 風平浪靜 故有金沙白浪之稱 此處是遊客玩水的最佳地點 而後壁湖碼頭 為全台最具規模的遊艇碼頭 每每漁船入港時 常見當地民眾及遊客 致馳選購海鮮 異音貨源新鮮 吸引不少遊客前來長鮮喔 意有未盡 想知道更多旅遊美食情報嗎 快上TVSoyery.com